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未来科技前沿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智能餐盘 吃货的营养顾问 二,情绪温度杯 心情热度的液态显示器 三,记忆支布机 回忆编织的温暖毯子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智能餐盘 吃货的营养顾问 各位滔铁同好 今天我要向您介绍一位新朋友 他不仅能陪伴您享受美食 还能在您不知不觉中成为您的 营养顾问,他就是智能餐盘 在古代 皇帝的御膳房有专门的官员 负责搭配营养均衡的饮食 以确保皇帝的健康 而现在,这项工作 可以交给我们的智能餐盘了 这个小小的餐盘 就像是您个人的营养师 他可以分析您所摄入的食物类型 数量,甚至还能估算出 热量和营养成分 想象一下,当您正准备 大块朵移时,这个智能餐盘 突然发出警告,亲爱的 这第三块披萨可能有点过头了 您的碳水化合物摄入已经超标 或者当您正沉迷于 那份诱人的巧克力蛋糕时 餐盘温柔地提醒,记得您的 新年决议是减肥哦,让我们换成 水果沙拉吧 这简直就像是有一个微型的健康专家 时刻监督着您的饮食习惯 不过,智能餐盘 也有它的幽默时刻 想象一下,如果它能够 根据您的饮食习惯来调整自己的反馈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当您连续几天都在吃沙拉时 它可能会说,哇,我们是在 准备夏天的海滩健身大赛吗 今天可以奖励自己 一点点冰淇淋哦 或者在您狂吃烧烤的时候 它幽默地提醒,这是烤肉派对吗 别忘了邀请我哦 我可是派对上的营养监督员 智能餐盘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 食物的营养价值 还能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促进健康饮食 它是科技与饮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 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能够照顾到身体的需要 未来,或许我们每个人的餐桌上 都会有这样一个智能小伙伴 让健康饮食变得更加简单而有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绪温度杯 心情热度的液态显示器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情绪温度杯 这个小玩意儿 可以说是现代心理学与日常生活的一次奇妙融合 它把我们的心情变化巧妙地映射到了一杯水的温度上 首先 我们得明白 情绪温度杯并不是什么古老的魔法器物 它其实是一种现代的心理学应用产品 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 通过感应使用者的手温 心跳或者其他生理指标 来推测使用者的情绪状态 然后通过液体的颜色变化来显示出来 比如 当你心情愉快时 杯中的液体可能会变成温暖的红色 而当你心情低落时 它可能就变成了冷淡的蓝色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带着这样一只杯子去参加聚会 这杯子 就像是你的情绪发言人 当你看到心意的对象时 杯子可能会因为你的心跳加速 而变成热情的粉色 而当你的老板突然出现在派对上 你的杯子可能就会瞬间变成一片死寂的灰白色 无声地告诉周围的人 救命 我现在的心情跟北极熊一样冷 但是 情绪温度杯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小尴尬 比如 在一个正式的商务会议上 如果你的杯子因为紧张而变成了深紫色 这可能就暴露了你内心的不安 或者 在一个约会中 如果你的杯子因为过度兴奋 而变成了亮黄色 这可能就让对方看出了你的小心思 当然 情绪温度杯也有它的科学意义 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变化 从而更好地管理情绪 比如 当你看到杯子颜色的变化时 你可能会意识到自己需要深呼吸 放松一下 以避免情绪失控 总之 情绪温度杯是一个有趣又实用的小发明 它不仅能够让我们的情绪变得更加有趣和可视化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过 下次你使用它的时候 记得先看看周围的环境 以免你的心情热度被人一览无余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记忆之不羁 回忆编织的温暖毯子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记忆织布机 回忆编织的温暖毯子 这个不是你家里那台老式的织布机 而是一台神奇的机器 它能将你的记忆转化为一条条温暖的毯子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但这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奇妙的概念 首先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记忆可以像线团一样被抽丝剥茧 然后编织成一件件实体的物品 那会是怎样的体验 记忆之不羁 就是这样一个虚构的设备 它能够将人类的回忆 转换成处摸得到的纺织品 这不仅仅是一种将无形变为有形的魔法 更是一种情感与物质的交织 想象一下 你的第一次自行车之旅 毕业典礼的那份激动 第一次恋爱的甜蜜 躺在你的沙发上 以一条柔软的毯子的形式 每一个之节都承载住过去的笑声 泪水和成长的瞬间 这些毯子不仅仅是保暖的工具 它们是你人生故事的实体化 是可以披在身上的记忆 当然 这样的技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还不存在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发挥想象 如果真有这样的织布机 它可能会遇到一些有趣的问题 比如 如果有人的记忆态过于沉重或者悲伤 那磨织出来的毯子 是不是也会特别的沉重 如果有人想要编织一条快乐的毯子 但它的记忆中快乐的时刻太少 是不是就得去借用别人的记忆 而且 这种记忆毯子 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交货币 想象一下 在未来的聚会中 人们不再是比叫谁的手机型号星 而是比叫谁的记忆毯子 编织得更加精美 故事更加丰富 或者 这会成为一种新的心理治疗方式 让人们通过编织出自己的记忆毯子 来面对和处理过去的创伤 当然 这些都是我们的遐想 不过 这个概念提醒我们 每一段经历 无论喜悦 还是悲伤 都是我们生命之坦的一部分 它们交织在一起 给予我们温暖 也构成了我们 独一无二的人生故事 所以 即使我们无法拥有 真正的记忆之不积 我们也可以通过分享故事 照片 日记等方式 将这些记忆编织成 我们心中的温暖毯子 最后 如果记忆之不积真的存在 我想我会编织 一条包含了所有学生 在课堂上打瞌睡的回忆毯子 这样 每当我觉得自己的讲课不够有趣时 就可以拿它来提醒自己 幽默和生动的教学是多么重要 毕竟 谁不想拥有一条既温暖 又能引发笑声的记忆毯子呢 总结来说 智能餐盘 情绪温度杯 和记忆之不积 都是科技与日常生活结合的有趣创新 智能餐盘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了解食物的营养价值 以轻松愉快的方式 促进健康饮食 情绪温度杯 可以将我们的情绪 变得更加有趣和可视化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管理情绪 而记忆之不积 则是一种想象中的设备 可以将我们的记忆 转化为实体物品 让我们的回忆 更加温暖和有形 这些设备的出现 不仅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方便和有趣 也反映出科技 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改变 未来 我们可能还会看到 更多类似的创新产品 它们将进一步融入 我们的日常生活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乐趣和便利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智能餐盘 情绪温度碑和记忆之不积 你们觉得 它们有哪些潜在的用途 和可能的问题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